你知道吗,Toyota RAV4是世界上最好卖的SUV车款 然而这个RAV4在马来西亚的能见度是非常的少 很多朋友对它有点陌生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 因为在2008年之后呢,UMW Malaysia 就没有把这个RAV4引进马来西亚的市场 在2020的6月份的时候呢 才把这个全新的RAV4引进马来西亚 所以在2008年到2019年这一段SUV发展的黄金时期呢 UMW Malaysia 很任性的放弃了这个市场 所以让别的牌子的SUV蓬勃发展啦 所以最近他们终于大吃大物要引进这个最新的Toyota RAV4 现在呢,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RAV4现在在马来西亚 它分为两个款式 第一个款式呢,是这个2.0公升的版本啊 它搭配的是CVT无段变速啊 这个2.0的版本呢 它的动力输出是170匹的马力 在6600转的时候 然后最大扭力输出是207nm 在4600转的时候 是有一点迟啦 4600转才爆发这个最大扭力 那么的话上前波不是辣到半时 另外一个款式呢 用的是这个2.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它搭配的是8速自拍 就是8AT 这个8AT呢,它跟CVT相比啊 它有更加运动化的感觉 让你感受每一个档位之间的切换 你可以感觉到它换牙的那一个感觉 然后油门反应想必也会胜过这个CVT啦 然后呢,这个2.5公升的这个版本呢 它最大马力是204匹 在6600转 扭力输出是243nm 在5000转 这个5000转才出来也是有一点迟啊 它的外表的设计啊 用了很多这个菱形还有四方形的这个元素啦 你就感觉它的线条很刚蒙啊 有一点像啊 那些Lexus的RX啊 Lexus的那些NX系列啊 都是给你一种很刚蒙 很Man的一种感觉啊 所以看起来是蛮不错啦 然后车尾也不知道为什么 令我想到Vorsair跟T1关 这两款车有一点相似啊 OK 在配备方面呢 这两款车呢 具备这个360 camera 然后呢,有18寸的这个Sport Rim 然后电动尾门啊 有加入这个Kick sensor 所以你手上很多东西的时候啊 你的脚一勺 后面的尾门就会开 然后呢,有这个Wireless Phone Charging咯 还有双漆恒温的空调咯 然后后座呢 有冷气可以吹 然后在安全方面呢 它有7个安全气囊 还有主动刹车啊 路线偏移警示啊 路线维持系统啊 主动是定速巡航 这个Active Cruise Control 也就是自动跟车啦 还有自动高灯 还有一个很贴心的东西 就是胎压监测 所以你其中一个轮胎如果中钉漏风是吧 你可以知道 总结来说呢 这台车的优点啦 我觉得呢 它的操控性应该是很不错啦 因为它这个RAV4用的是Toyota的TNGA的平台啊 TNGA呢 是Toyota下定决心要摆脱Uncle 车的形象所做出的一个重大投资啦 这个是比较注重操控性的平台啊 所以你看像Corolla啊Cambri啊 同样是搭载这个TNGA平台的哦 很多车评啊 很多消费者啊 都对这个平台的Toyota Corolla还有Cambri的操控性呢 赞赏有加呀 所以想必这台车的操控性也是十分了得啊 它的缺点呢 非常的明显 可以说它没有缺点 也可以说它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呢 它的售价太高啦 OK 它的售价呢 在免SST的情况下 因为它是CBU日本进口的嘛 所以它这个SST的减价的幅度啊 不大 它这个2.0的版本呢 它在马来西亚的售价是196千 它这个2.5版本呢 在马来西亚的售价是215千 你想一想 如果你有220千的闲钱 想买一辆五人座的SUV 你会买哪一辆呢 像在同级中呢 200千以下 动力最强劲的这个 Mazda CS5 2.5 Turbo呢 在免SST的情况下 只卖177千 我相信呢 它的售价那么贵啊 是因为它是日本进口的关系啦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啦 然后有某些消费者他感觉 哦 日本进口的比较高级 其实这样的想法在本地是很明显啦 所以你看在日本的那些Van车啊 那些mini van啊 在日本是mini van 然后在马来西亚叻 就把它当做一个很豪华的MPV那样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外国月亮会比较圆啦 外国进口的坑定比较好 所以就有这种想法啦 所以这是见人见智 我也不可以说你错 这个是你自己的想法 没有这个自由啦 不知道你对这台车的看法是如何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 让我知道 然后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一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影片更新 谢谢你